来关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展 当前 我省省抓紧颠置 中央地务环保督察组 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并已经省政府常务会原则通过 同时 各地也在切实推进问题整改 在成都 针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 重心柴油车尾气排放超标等问题 相关部门正在行动 交龙港污水处理厂 位于成都市双流区占地30多亩 主要使用微生物降解技术 来处理整个园区的生产生活产生废水 环保督察组此间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污泥堆放区不规范 泥土显湿 进水口自动检测设备运行不正常 记者在厂区了解到 目前两大问题均已整改完成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一块地方 就是交龙港污水处理厂 污泥堆放区整改后的情况 那么在我头顶的位置 是新增加了73平方米的苏钢雨棚 那么在我左侧的墙体进行了加高加宽 有效避免下雨时雨水飘入 污泥堆放区造成二次污染 针对进水口自动检测设备 运行不正常的问题 厂区经过综合评估和审慎调研 认为设备陈旧老化 设备维护费用过于高昂 决定停用 同时专门配备了两名实验人员 对进水口水质的安淡总林等五项指标 进行每周两次的抽检 空气质量改善也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入冬以来 成都市环保督察办公室 在全市范围内共派出八个工作组 兵分多路 对节感焚烧 建筑工地扬尘等问题 每天展开巡逻督察 在成都市三环路某施工现场 全天24小时开启了阳尘喷雾 有效减少了空气中颗粒物的存在 截至2017年底 成都市公安局共淘汰黄标车 23868辆 淘汰比例达到99.76% 有效减少了机动车尾气排放 此外 针对抽查中 185座加油站和4座储油库中 有119座加油站 一座储油库 油气回收装置不合格的问题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有效联动 目前 这些问题加油站 均已全部完成整改 目前 相关单位的查处 正在进行 存在问题的这些加油站和油库 必须每年度进行制浅 不合格的将不予营业 都在进行制浅 对 这些问题 对 这些问题